我们也是努力在这里工作的 改变我们的生活是很喜欢在这里的 我是潘孝勇 今年53岁 我是在梦文鸟寨当里面 昨天睡罗山跳舞 我们在老家过年的就是有罗山祭堂 我也是跟他们睡罗山 女人的祭堂工作 这个也是有意思 就是游游可以来那里看 我们也开心在那里摇的 对啊 在这里也是最大的野员 就是搞跳来也是三四个月才记得来的 跳嘛也就换 其他一幅就小过 少过动作也有 躲过动作也有 动作看不上也是有 我就是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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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底 就没有多了 爬嘛又叫去抗苗 他二十多车 我又去外面打开 就看木头 又帮人家收点赛货 我那时一天才一块多钱 做一个两个月间日就回到家了 我们是17年到松龙沟这里工作 制作无法含草又携草 后来又找野员来搞苗卖 跳舞 我来这里就是买了电池 我弟弟也是到景区这里来工作 我当过野员也是很高兴的 在外面也是找 也是好难得活动做了 现在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在这里做 切割锅也是好轻松的 我们来景区这里也是住物房的 也像我们老家的房子一样的 我们搬来这里住的也是好出便的 又买晒买东西的也是好进的 去盖十多分钟 就到盖了 买点晒又回来又煮 在这里是很好的 木苗寨搬迁的老百姓是从我们感冻 距离我们县城有142公里的感冻乡 景洞村搬迁过来的 整体搬迁就有十三户 它是一种我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守住家园的在这种异地扶贫搬迁模式 他们把他们的百年吊脚楼群搬到了我们的景区 形成独特的一种吊脚楼群的居住生活模式 把生活气息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老家以前蛮有同事的 大病出来就是抬到医院住院 没好又进来又抬到家里 都感动了嘛 也是两个多钟 现在那个是看我们不吩咐 你拿你那个单子进他们那个店 也不用闲啊 帮我看病啊 有什么病你就感发给他们 他们也不可以进来 贫困的老百姓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以后 留得住住得下 有收入 稳得住他们的孩子读书上学 最后他们形成一种稳定的收入 守住了他们的文化家园 全县就是通过我们旅游脱贫 就有2.9万 占这个全县11.6万人 建党力康复的百分之25 我们在警察这里做菜园啊 做瓜 自己种也是自己吃的 我们就养鸡也有30多只 鸭也现在有10多只啊 在养鸡也没有到年也被杀了 卖鸡也来找我们 要的我们也是买给人家的 生活条件也很好的 也是舒服啊 也是满意啦 现在我们来心里就是跟他们 上一点金桥锅 上一点苗锅 我们也是努力在这里工作的 代表我们的生活啊 也是很喜欢在这里的 夫妻对白恩恩爱爱 個人努力还好的 我家帮助你今天旅行的 自己丰富啦 又帮你家才好的 好的